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已經做完了那個大樂透清除、大樂透輸出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排名在前7名的號碼 如果它前7名的話 那讓我把底色填成黃色 有點像這樣 這個填這個填 那 按下它 它只要看到是小於等於7的話 它就會去格式化 它同一列的 本來條件在C欄 格式化在A欄 類似像這樣 它就自動幫我把它 這個沒有啦 所以沒有填 這個有 所以它只要是小於等於7的 一律會通通幫我把顏色做變更 底色的部分 那這樣好處就是說 我就可以馬上知道 哪些號碼是中獎機率最高的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有別的條件 甚至你多個條件都沒關係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呢 可以把它格式清除掉 ok 那有點像是你們可以在常用裡面 這邊有油漆桶 那如果 加上去是這樣 那如果要清除的話就是 無填滿 把它變成無填滿就ok 所以其實是 利用那個什麼 加上顏色 這個甜顏色 那顏色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其他色彩 然後你選黃色好了 按制定 你會發現喔 它也會告訴你說呢 你這個顏色的RGB是什麼 就是RGB的數字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它的顏色呢 實際上就是255 2550 那各位講一下 未來如果你假設遇到顏色的問題 建議你要寄一個函數 就是RGB啦 也就是VBA裡面一樣有一個RGB的函數 你只要填上這個數字 它就會知道說你要什麼顏色 比如說你填上255 豆點255 豆點0 它就知道是黃色 那你就可以把顏色填上去了 ok 類似像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知道說呢 你要填到底部的顏色喔 所以底部這個屬性 你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哪一個儲存格的底部的顏色 等於RGB的什麼數字 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把這個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格式化好了 所以一樣是在模組裡面 在一個sub 然後呢一個格式化 你就Enter它就可以了 sub Enter一下 然後呢把程式寫在這中間 那程式的話呢 基本上 你如果假設 當然你可以直接拿 清除這一段 ok 把它拿來複製 比較快 然後呢 這個地方當然是針對 哪一個地方的顏色去做變更 那我們當然是條件是在C 所以哦 你可以哦 在這個地方哦 針對C欄的條件哦 所以哦 它是一個儲存格一個儲存格 往下走的時候呢 然後我加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的話呢 就是加在這個Sales 這個條件的話 就是當這個儲存格哦 它是小於等於7的狀況 這個是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呢 我們外面可以包一個if then if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然後做什麼事情 then 理論上一般習慣是enter兩下 然後打一個and if 反正有頭有尾啦 ok 這樣 我習慣這樣打啦 這樣打的好處是絕對不會忘記尾巴的and if 因為其實if的寫法它可以不要and if 那也有一種是要and if 那我是建議如果你是初學者或者是說你是不想要有常常寫出有bug的程式的話 那你乾脆寫這樣就好 絕對不會錯 有頭有尾 絕對不會錯 ok 不要說有為了省寫幾行 然後反而有時候還要有一些bug出現 ok 那我們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幫我把同一列 所以同一列的話 其實敘述的方法就是同一列 這個主人格的A欄 A欄把C改成A就好了 這個叫同一列的A欄的底色 底色的話呢 你可能要記一個屬性 叫做inter interial ok 這個的話就是它底部啦 就是有點像它的填滿的顏色 顏色的話就點color 好 底部的顏色 那你說老師我interial這個我常忘記不太起來怎麼辦 另外一個方法啦 如果你記不太起來 你可以先把sales的後面刮符先拿掉 然後你先點一下 它會提示 但是因為如果你加了刮符 你點它就不會提示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sales這個其實它是一個屬性啦 不過在這裡我們是把它當一個儲存格物件來看待 哪一個儲存格 一樣你可以發現你打int 有沒有 它會出現的 所以你打in in大概就出現了 在這裡 ok 然後呢你後面再點它會cover 最後你再把那個刮符補上 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這樣寫的話反而不用記太多 直接改A就可以了 但是怕說你忘記加刮符的麻煩 顏色的話我剛剛講過等於什麼呢 跟它講 黃色就RGB 刮符 黃色就255 豆點 255 豆點0 後刮符一下 這樣的話呢 顏色就加上去 我們來試看 理論上應該這個色中重點一下 這個把它中斷一下 執行 什麼時候小於等於7呢 當I裡面是第二列 第二列就有了 就這個 有沒有想到 有 然後它裡面就1號 1號裡面的底色幫我填成黃色 所以1號變黃色 沒錯 然後再來的話呢 當I等於I是4 就第四列的地方 I等於3 更正一下 然後呢一樣把2號填一個顏色 ok 其他都一樣啦 所以我把它讓它執行一下 RUN一下 ok 那如果要把顏色拿掉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 格式化 清除格式化 或者格式化清除 然後其實也蠻簡單 你可以拿這個程式碼 直接複製過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不需要邏輯判斷了 反正我們就全部把它底色清空算了 所以IF跟END IF 這個前後有頭尾都拿掉 另外縮排的話 按去SHIFT加TAB 或者按一個BACK鍵 這樣一個BACK鍵就把TAB刪除 然後呢 它的顏色的話就沒有 沒有顏色特別注意 所以當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白色 白色的話就是全部都255啦 這樣我試一下 你會把他執行 這個前面加名稱一樣 所以前面加個清除好了 SUB名稱不能一樣 一樣的話它會出現錯誤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的儲存格 全部通通改成白色 但問題來了 其實大家理論上看起來應該也不至於不一樣 只是說呢 在Excel裡面 它這個無填滿 跟填白色 對於 對Excel來說還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精確一點的話 其實應該不是填白色 白色是全部都25啦 黑色就全部都0啦 那無填滿的話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 一個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的敘述就是沒有顏色的意思 如果沒有顏色在VBA裡面是叫Excel 代表是Excel Excel裡面沒有就None 這樣的話呢 就是沒有顏色 就無填滿的意思 OK 其實如果你不會寫這個啦 甚至你可以用錄製的 像我剛剛常用裡面的這邊嘛 你就點一下無填滿 其實那個錄製期 它也會出現ExcelNone 讓你知道說 它原來無填滿就ExcelNone 你可以照著那個方式 因為 我記得有的時候好像不太知道說 到底它應該傳什麼參數 所以有時候用錄製 看一下它的錄下來的程式碼 有時候也會有答案 好 那就把它全部都把它移除掉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輸出的就會是相對是比較正確 而且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它這個底色的這個框線 就會出現了 不過理論上這個框線是參考線 參考線對於這樣的列印是一點影響都沒有 所以當然理論要吹毛球吃一點的話 其實你是應該用ExcelNone 而不是用白色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格式化給完成了 完成主要就是根據這個 if C的這個欄位裡面的儲存格資料 帶過來判斷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就把底下的同一列的A欄的顏色 改成黃色 OK 這個可能稍微記一下 因為將來還蠻多地方可以這樣用的 你就不用用眼睛自己慢慢看 然後清除的話就ExcelNone 其實這樣已經算是蠻方便的 再做個按鈕 OK 那只是說了 有些同學說 老師你這樣很方便是方便 但問題是我還是要捲軸往下看 我才知道哪些號碼是 中獎機率是最高的 那何不就是說 你乾脆幫我列表列在這裡算了 就是跟剛剛的邏輯很像 往下找 如果它小於等於7 那就幫我把號碼帶過來 這樣就好了嘛 而不是說把底色填成黃色 所以如果你要列前7名的話 實際上程式可以跟格式化很接近 幾乎一模一樣 那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動作 把底色填成黃色這個動作 改成將號碼直接複製到指定的這個 低藍的第二列的位置 但是第二列如果你複製一個1號過來的話 那再來你可能要再複製2號過來的話 那如果還在第二會蓋掉 所以你可能需要想一個方法 就是當它複製一個之後 已經複製一個之後 你在下一個複製的話 你變成要把它的位置從2換成3 也就是把2加1 然後如果再複製一個的話 把3再加1 一直往下放 總共7個號碼好了 OK 那要怎麼樣把格式化這個動作 改成前7名 這個程式 其實你會發現就一個地方要改 把底色變成黃色 OK 改成資料 直接複製喔 複製過來喔 OK 這個也是還蠻 常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要怎麼樣把某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其實很簡單嘛 中間加個等號就好了嘛 那如果你的來源記得放後面 來源放後面 目的放前面 他就會幫你把這個資料複製到前面去的 OK 這樣就可以寫出來 這是怎麼寫啦 你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列入前7名